装马桶之大翻车 说一下这次装马桶的心得最大槽点在哪 看这个柜子 之前柜子是过来的 这有一个小台 小台对吧 这个柜子底部 30寸半 30寸半 再看这个马桶多高 31都过了 31都过了 如果把马桶盖去掉 30寸半多 但是这个也装不进去 搁不进去 首先正有两个pin在上 所以说得抬起来 那么如果先把这底座搁上去 再搁这个能不能装 也装不了 所以呢 这个客人真的没考虑到这一点 然后刚才 然后让我把这个给切了 给切了 所以这块现在是个槽点 到时候抹油漆了 修修墙 但这块切的还可以 OK 很直 这也抹点油漆就好了 所以呢 装马桶一定要知道 家里的condition状态 这是最关键的 现在帮客人买一马桶 这个是Leslie Leslie在Riserman Hill 10855好像是这个地点 然后呢 过来看这个马桶呢 是288 这个188没特价了 哎 后来问了我电源 这个 标错了 所以说还是188 可以买到 一会儿拿回去 帮客人去安装 好 就这样啊 好了 我现在来到了Riserman Hill 然后把这马桶呢 也带过来了 这个马桶呢 刚才问客人什么问题 眼老了 出水不大 然后出水的时候 也有声 听一声 客人就选择直接换掉 因为已经太老了 没必要了 然后冲力不大 就算了 好 现在拆马桶 装新的 这个马桶呢 终于装好了 咱们试一下 说一下 这次装马桶的心得 最大槽点在哪 看这个柜子 之前柜子是过来的 这有一个小台 小台 对吧 这个柜子底部 30寸半 30寸半 再看这个马桶多高 31都过了 31都过了 如果把马桶盖去掉 30寸半 多 但是 这个也装不进去 搁不进去 首先正有两个pin在上 所以说得抬起来 那么 如果 先把这底座搁上去 再搁这个 能不能装 也装不了 所以呢 这个客人真的没考虑到这一点 然后刚才 然后让我把这个给切了 给切了 所以这块现在是个槽点 到时候抹油漆了 修修墙 但这块切的还可以 OK 很直 这也抹点油漆就好了 所以呢 装马桶 一定要知道家里的condition状态 这是最关键的 不要太干 到时候不要 像这次太尴尬 所以呢 现在呢 是OK了 这个台面呢 现在变成这种状态了 也是比较好看的 好 就这样啊 OK